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等了非常久的特效系列 王子達爾 在地球對決悟空的樣子 終於出現了 哇 相當之期待 上下半身插銷底座 特效的部分 本體 那目前本體看下藍硬要說的話 就是盔甲部分過於乾淨 雖然他的戰損有做出來 臉部的頭雕 這種猙獰對決的樣子 臉部表情其實蠻像 最早時期 達爾的這種樣子 比較有點稚嫩 然後 憤恨感 超重的這種 臉部表情 好 頭髮的部分 髮術感 超粗 然後盔甲 之前有講過 他有用了一點點的漸層 然後戰損的都是小痕跡 尾巴環繞在後面 這是我沒裝好 的確是 然後側邊也是 盔甲的部分 全部的小蛋筍都有給你 然後白色的手套 然後內裡 超級深的藍色 以前面 來看幾乎就是一個單一色系的樣子 當然靴子也不例外 後面幾乎也是 就是在盔甲 上圓這邊 有墊層感 會比較明顯 那這一系列幾乎都是走一個 比較偏這樣子的 配色 他的 特效部分 就是三個零件 自己裝上去 然後之後就可以做一個 搭配 跟特效搭配起來 非常非常的有感覺 極力刻砲 那種雙手發出的樣子 然後特效本身也是 有做一個漸層 然後裡面有一點那種 亮粉的樣子 整個就是要這樣搭 蠻對味的就是這種感覺 把這一隻偷銷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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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現出來的樣子 呈現出來的樣子是 戰鬥感非常非常強烈 那唯一的 個人覺得比較大的缺點就是 戰鬥服裝 過於的乾淨 就整身的服裝 都是一個走乾淨路線 雖然有做出小戰損 但你就會覺得 如果他用一點舊化 會更來的 大大加分不少 那整個搭配特效 懸空 發出極力刻砲的樣子 倒是 跟非常早期前的漫畫跟動畫 達爾的這一種模樣 相當相當的神似跟傳神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 and peace 掰掰